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我們中國軟實力的節目 今天請傑哥跟大家分享一下海水製氫的科技究竟做得如何 最近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傑哥 就是我們的氫能火車,這個就已經開始了 這個科技很厲害 大家知道製氫的費用是不便宜的 我們中國隊友到了什麼階段呢?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大為上的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好,傑哥,我們的製氫技術到了什麼階段呢? 各位觀眾,大為上,其實是這樣 我很負責跟大家說 暫時在實驗室開始進行這個 這個叫做鏟鐵法 未真真正正正大家可以接觸到的 不過它有機會是改變這個世界能源結構的其中一個點來的 為什麼呢?大家聽我說完就知道了 首先呢,我之前都跟大家提過 或者大家在網上查資料都應該會知道的 氫是一個非常高效的能源來的 而且它燒起來就只會產生水的 是一個很好的能源來的 但是它的問題呢,就是在自然界裏面呢 是沒有氫礦這件事的 即是你沒有辦法可以直接提取到 即是沒有辦法直接開採到氫 那麼氫呢,是在其他的物質裏面的 那麼我們必須要經過提取呢 才可以拿到氫氣的 那麼,就是因為它的提取的過程 它也有分成所謂的氫氫、藍氫和綠氫的 即是不是氫氣的顏色的問題 氫氣本身就沒有顏色的,是透明的 那只不過是說它中間那個碳排放的分別 那麼,氫氫呢,就是它們用這個化石燃料去製氫 那麼,現在最高效的呢,就是叫做氫氣 氫氣和甲醇,這兩樣東西呢,就是造氫的 即是它那個化石燃料,你可以用甲醇 可以用煤氣,可以用天然氣,都可以的 那麼它那個叫做蒸餾重組法 其實這些高溫的氫氣呢 和化石燃料裡面的氫氣呢 就產生化學作用,就是逼氫氣出來的 那麼,但是問題呢,就是它順便呢 就會做,即是化石燃料裡面的二氧化碳呢 都放了出來的 那麼,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高效,很便宜 但是呢,就很高碳排放的氫氣產出 所以我們叫灰氫 那麼,另外一種呢,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都是這樣做的了 或者在工業上面的,就是 運作裡面會產生氫氣啊 二氧化碳等其他氣體 那麼,這個過程我們用一個叫做二氧化碳捕足的技術 將裡面排出的二氧化碳呢,就捕捉了它 那麼,就只是流了一些氫氣出來 那麼,這個方法呢,就是相對的碳排放就會低了 那麼,但是當然啦,那個技術要求要高了 那麼,這個呢,我們叫做南氫 南氫的問題呢,就除了剛才說的那個消耗會高了之外 還有呢,所謂的碳捕捉技術呢,現在其實不成熟的 還有,你捕捉了一些二氧化碳之後,你可以怎麼處置呢 這個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你將它儲存在岩層 好啊,你將它儲存在罐裡也好啊 總之你都是儲存在這裡的 其實沒有辦法將它應用到的 因為當中有很多雜質 你要將它去除啊,搞很多東西 其實又會產生碳排放 其實是一個問題來的 所以南氫呢,是比灰氫相對好些 但是也不是最好的 那麼,最好的就是綠氫啦 綠氫我們講的是 是透過綠色的,或者叫可載生能源 去電解水 那你產生氫氣 那它產生出來的氫氣呢 那個氫的純度是最高的 而且因為你是經過綠色能源嘛 就是那些可能風能啊,太陽能產生的電力 它產生電去電解氫呢 那是電解水的,對不起 電解水的產生氫氣呢 其實你是接近零排放啊 可以這樣說 但是這個問題呢,就是 在很多時候呢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用再生能源去做的 那可能要用 就是所謂的化石燃料 可能燒煤啊,燒石油啊 去產生電力去制氫 那其實如果這樣做的話呢 那個成本和那個炭排放一樣會在 那所以呢 我們講電解水這個呢 在現在來說是佔氫氣 就是製造的其中一個很小很小的分額 就是以我們國家為例 我們國家呢 有六成幾 即是62%呢 是用煤氣去制氫的 那有18%呢 是用千元氣去制氫的 那這裏呢 所謂的灰氫 已經佔了我們國家制氫的分量的 差不多八成 那剩下來的 南氫呢 就大概有兩成 那你說剛才我講的 六氫有多少呢 其實是到百分之一 這個數據是相對舊少少的 我沒有辦法講到最高 最新最新的那個 那現在講的是 2021年的那個數據 看看大衛上有沒有機會找到再新一些 不過不要緊 總之但是再新極呢 其實我們一樣都是用灰氫為主的 就是剛才我講過 因為灰氫是最便宜最高效的 但是會產生二氧化碳 那這裏呢 這個大家理解了 那我們就可以去下一部份了 下一部份就是 講的是 六氫這個方向 因為我們國家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 綠色能源大國 我們有很深厚的技術 和意願去發展這個綠色能源的 那無論是光能和風能上面呢 我們國家暫時都是全球最領先的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風能機組都在中國的了 那我首先講了風能先 那風能有什麼大問題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 它本身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地方 長期都有風的 一直都有風 而且風的力量是很大的 在地面上是很難找到的 但是在海 還要講的是遠海 其實這個情況是經常出現的 有持續地強力的風 就是在遠海 因為海的平面波動比較小 其實在海的風比在陸地的大 所以大家平時看到 那個颱風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在海那裏慢慢形成的 然後捲向陸地 去到陸地之後就會散的了 因為撞到山啊 那就會沒有了 所以在海那裏呢 其實風力是非常之舊 可以做風能發電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在海那裏發完電 你要輸送回去內陸 是一個很廢電的工程 因為電經過遠距離的輸送 其實是會衰減的 你也沒有可能在海那裏 建一個所謂的變電站 將它加壓 變成超高壓 特高壓 去輸送去陸地的 基本上來說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所以在海那裏發電 就有這個問題 還有之前我說 就是綠色能源 因為它的不穩定因素 你產生了之後 電其實要產即溶的 你產生了 但是你又運不回到耗電的內陸 你也都沒有辦法去確實到 在近岸的產生出來的風電 是100%是那個量很穩定的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困局在那裏 如果我們可以用一個高效的儲能的方法 去儲起在遠海發出來的電 那就不同的說法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那樣東西 就是把綠電 把綠色能源運用得更加好 而這件事就是很多科學家 都不停在想去解決的一個難題 就是怎樣去利用這件事 剛才結合我剛才說 綠氫的概念 我們會不會可以直接用海水 去製造氫氣呢 其實在提出這個概念到現在 都是不可行的 因為各種各樣的難題 海水裏面有90多種的礦物質 其實是很複雜的一個成分來的 就是你不要計算什麼微生物 山山石石那些 會影響你那個電解水的效能 只是說裡面的90多種礦物質 你都搞它不行 其實你沒辦法直接製造氫氣 你要做的現在的主流方法 就是把它抽到近岸邊 建一個很大型的很高效能的 即是很高能效的 很高能耗的海水化碳廠 把它化成淡水 然後就用來製氫的 其實現在的方法是這樣的 這個困擾了科學界五十多年的問題 就被我們的謝和平院士搞定了 即是它應該是深圳大學 和四川大學的研究團隊 它自己本身 它其實是怎麼說呢 這個又是一個失敗乃成功之無的故事 它其實手上有很多項目的 其中一個呢 就是我講的海水濟氫 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五千米深的地下 去化驗一些岩石 挖一些岩石出來做化驗的 在岩層做一些化驗的 就是它那個項目是要 它自己的構想就是用一些膜 去包裹著在五千米深地下的一些岩層 令它完全原汁原味地 保持那個原狀 運回到地面去做研究的 那它必須要保存著 岩層裡面的水份啊 溫度啊壓力啊等等的 一個這樣的原汁原味 還原度很高的一個 應該這麼說 八分八還原 當時那個深層地底的環境的岩層 在地面上去做研究的 但是它做了一個膜 包住那些岩層的時候 拿回到地面了 過一段時間它發覺 咦 為什麼那個岩石 輕了0.2克呢 有什麼是不見了呢 原來呢 是裡面的水蒸氣揮發了出來 就是它那個膜 原來保不住裡面的水蒸氣 那是一個失敗的實驗來的 但是這個失敗呢 造就到它在海水製興的一個成功 海水製興的原理呢 就是用那個膜 在那個電解槽外面 就包住那個電解槽 那電解槽裡面就有一些電解液 然後那些海水呢 是可以因為那個濃度差 因為它那個電解液不是純水來的 它裡面混了一些化學物質的 有一個鹼度在那裡 那它的濃度是比海水是高的 那海水呢 自然就會流向這個濃度高的電解液 但是它被那個膜隔著嘛 那其他東西就過不了 只有水蒸氣可以過到的 那變了呢 就在一個很神奇的情況出現了 就是那些海水呢 自動的那樣呢 就迫入那個膜裡 那麼呢 迫的時候呢 就將那些水蒸氣呢 迫入那個膜 那個膜裡面呢 有些電解液 吸收了水蒸氣之後呢 再加綠色風能的電呢 就可以產生到氫氣出來 那這個完全是一個自驅動的 就是你不用特意有什麼特別的儀器 去令到那些海水淡化 它知道有這層膜 那些海水是自動的流過去的 因為有一個濃度差 那而且呢 它可以安排 就是它在海裡做的 那所以呢 它可以利用到 剛才我講的那個風能 去做到一個綠色電力的輸送 那這個就解決了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就是它那個整個的研究的名字 叫做無淡化原位海水制興 就是它不用將那些海水搬來搬去 在原地做得了 在海洋中間做得了 也都是不用做淡化的 那就是說你可以在任何地方 就是總之有海水的地方就可以做了 那而且呢 你做的時候呢 也都不用說 特別帶什麼很大型的機械 那它這個實驗呢 其實它自己在實驗室裡 就是抽了一些海水呢 是試過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放了好像3000個小時浸著 那那些儀器啊 那個膜呢 也都沒有任何的腐蝕啊損害 它也都產生到呢 就是相對應的氫出來的 那跟著呢 跟這個應該是跟東方電器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跟一間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國企啦 總之一能源公司啦 那就開始 因為它那個 對不起我留了一點點 就是它剛才做完 就是炮了3000小時之後呢 其實那個實驗結果呢 它交了上去Nature 就是那個叫自然雜誌 一本很有權威的 就是國外的一個 國際性的一個科學自然雜誌 那在上面鋪了這個論文之後呢 那這個東方電器就聯絡它 那跟它做這個產業化 那已經試了將它 就是這個這樣的機械 就是這個裝置呢 就放了在海上面的風能機 電力機的下面 那做這個這樣的原委制興 都成功 而且這個數據呢 跟實驗室做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說呢 其實它們是可以直接在海裡搞定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呢 就只是它要解決 就是所謂遠海地方 就是大風大浪的那個問題 就是怎樣可以去防止部機撞爛啊 又或者電線怎樣可以安置好啊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海上風能呢 那個風機產生出來的交流電 那它要轉換變成直流電去造型的 那其中間的轉換就可能要有少少處理啦 那或者一部遲些新的機 就是那些風能機 會不會可以直接出直流電給它用呢 那這些可能是後話啦 就是剛才我講的 就是進一步的產業化 大規模推展 就是可能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啦 那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我都未講 原來它這個這樣的技術呢 核心重點呢 就是它的原理那裏 不是一個膜那裏 就是一個膜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材料去做 那你做到差不多效果就可以了 那而且呢 不一定要在海水裏做 其實在污水又可以 就是總之你有一個濃度差就可以了 那只要濃度差和海水 還有那個電解液的濃度差 一樣可以過的 那這樣的情況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在內陸地方 沒有海的 有大量光銀的地方 一樣可以用到 譬如你在什麼酒泉啊 烏魯木齊啊 這些內陸地方 一樣可以 就是總之你有足夠的污水 這些我想大把啦 在內陸地方 就已經搞定了 那有些鹽鹼湖的 以前可能 現在我們講的鹽鹼湖 可以用來養海鮮 除了養海鮮之外 原來還可以做到兵器的 因為在新疆地方 那個陽光是非常充足的 這個問題就已經是 我相信是可以解決 很多我們西北方向 所謂氣風氣電 就是它們產生了很多的風能 電能 用不完要丟掉它 要放棄 其實可以解決了很多這些問題 再結合我之前講的 固態處輕的技術的成熟 很快就可以將氫氣 就通到萬家萬戶了 這個也是第二個重點 我想跟大家講的 就是氫氣 除了做 就是剛才大Sir說 做巴士 做列車 就是交通工具之外 其實輕能 還有很多廟用的 就是例如 我們家裡用暖氣 就是 不是我們家裡 就是北方的家庭 他們用暖氣 其實現在正在用天然氣 如果用氫氣 會不會更加好的選擇呢 因為譬如 氫氣它燒完之後 是剩下水 那些水其實也有溫度的 那些溫度 你會不會可以用來洗澡 又或者做其他東西呢 又或者回到暖氣系統 使用到持續去保暖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用途 就是比石化能源是好很多的 是零排放的 真的做到 還有氫氣是很多工業的用途 都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譬如煉鋼 現在我們要講的是 跟澳洲買一些焦煤去做鐵 去提煉去變成鋼 那其實氫氣這件事 原來是很多金屬的一個叫做 是不是叫還原劑呢 就是應該這麼說 就是它可以把很多金屬的質量提升 就是如果你不用煤 用氫的話 其實那個鋼的質素是更加好的 也都不用會有所謂的碳排放 而且氫本身它燃燒的時候 那個溫度也非常高 它可以做金屬的野煉 大家不知道 如果你去煉鋼野煉 其實會有很多廢水排出來的 那到時又可以做一個循環 用那個技術去製造氫氣 又可以有一個非常好的智能和循環的系統 還有我們平時很多東西 其實是用到氫氣的 譬如我們用洗流水 我們在吃牛油 還有肥料 其實原來跟氫氣都有很大的關係 現在有很多工業產品 其實如果用氫氣的話 它的質量是可以大大的提高的 不過因為現在氫氣貴 而且多數都是灰氫 會產生氧化碳 所以就比較少用 那遲些 這項技術鋪開它 會不會在這個點道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大家都會用呢 這個就是後話了 但是這個技術 我自己覺得 真真正正是可以改變 大家的能源結構 比一些虛無飄渺的 什麼元宇宙啊 人工智能 應該會更加地改變世界 就是這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2023年 12月17日做了一集 叫做 日本發展氫能源方向正確 可惜要靠中國 裡面提到 丁文江院士 他的儲興技術 非常厲害 在這裡再提一提大家 就是在去年的4月13日 我們有一架 是全世界第一架 噸級的 美肌固泰儲運輕車 正式和公眾見面 這架車長13.3米 最大的儲興量 可以達到1噸 車內載了12個儲興的容器 每個容器裡面 都裝填了美肌固泰儲興的材料 這是將輕儲存在美合金的材料裡面 是很安全的 除了安全之外 還有它是大容量 高密度 還有可以長期儲存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 當初說過 因為儲興運輕 始終是一個 有非常大的危險程度 如果你用美去儲興 那就不同了 很安全的 因為一個美可以帶兩個輕 大家看看那一期的節目 就知道了 對於海水制興 其實現在 不單止是 謝和平院士 去做這個工作 還有我們看到 原來也有很多風能設備 其實也是同時 在做這個海水制興 自從 謝和平院士在自然雜誌 發表了一篇文章之後 一年之後 美國科學家 台灣地區的研發 都開始研究了海水制興 因為他們知道 原來我們可以這樣做 當然 我們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專利 他們用的方法和我們的方法 就不是很相似 但我們的方法 其實是否做得很好呢 可想而知 我們國家一做出來 就是白菜架了 如果大家有看過 之前做的節目 都跟大家說過 其中一件事 就是 在西方 一間叫伊馬士的公司 一個噴物的機器 就是大家看到 Expired Day的一部機器 以前賣給我們 要700萬人民幣 一部 結果我們自己做了 是4萬人民幣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可以 技術 遙遙領先 以及可以做到白菜架 而且是一個 縣級市 我們說 第五級市 的一個企業 這個企業可以做到這樣 可以令到 世界最大的品牌之一 我查過資料 這一間伊馬士 是全球排名第二 我們可以做到這樣 它的市場 已經是基本上 沒有了 我們的銷量只會雷高 很不顯眼的一間企業 但可以做得這麼厲害 對於輕能儲存來說 最近也看到 過去一兩個星期 大家炒得最熱的 就是小米的 車 結果多少錢呢 頂配 299,900 最基礎的是 215,900 這是什麼數字 大家想想 它對標是波子 或者一些很高級的 跑車 賣得這麼貴 可想而知 我們現在知道 在內地 一架Ranova 以前賣四五十萬 甚至是更貴 現在賣十幾萬 你可想而知 他們的利潛多豐厚 中國一出場 馬上殺到大家 一棟都沒有辦法 全部減薩 給壓迪更加七萬多 一個普通 香港市民 要買七萬多 隨便 首期都給了 立即 你就可以賣了車 你說是否一件好事呢 絕對是一件好事 所以 所以我們的智能汽車 已經超越了 新能源汽車的階段 大家各自 總之 百花齊放 一起發展 令到我們國家的生活更加好 大家的生活 成本就越來越便宜 對大家 絕對是一件好事 還有核融合 核融合那個更厲害 電費可能變成一仙 那你現在輕能 你可以做到 對人類整體的社會 做福 我相信我們國家會 將個專利 去分享給其他國家 大家希望解決到 大家能源的問題 這是最重要的 但是西方就不是 西方可能說 喂 我要去做 不過我要收錢 收你很貴的專利費 搶奪其他國家 其實 經濟發展 這些事情 我們稍後再跟大家講 杰哥 聽完之後有什麼感受 很厲害 我想起耶倫大媽那句 耶倫說我們中國 用低價錢 去擾亂市場 其實他說漏了一句 是低價錢 高質量 去擾亂市場 大哥 我用200元才能做到的事 你用1元就能做出來 你不是擾亂市場 是什麼 我跟大家講過 我們國家有個 新質生產力 什麼叫新質 其實分開兩邊來說 新就是創新 用新技術 AI各方面的技能 還有一些專利 研發 這個就是新 什麼叫做質呢 就是質量 質量是怎樣 我們不是要跟著西方的質量去行 我們要創一個更加高的質量 我們現在先搖領 2025 中國製造 2035 中國的標準 中國標準 就是我們的高薪質量 以後跟著這個標準去行就行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好像所謂的廁所 American Standard 那些 A Standard 其實不是 不是那些 而是更加高的標準 譬如我們現在電動車 新能源汽車 甚至智能汽車 我們都是我們自己的標準 這個標準 是帶領世界 所有工業的標準 是不是 傑哥 交給你 沒錯 沒有其他東西補充 好啦 多謝傑哥 今天他的分享 真的很精彩 令到我們又對輕能那邊更加完整 亦希望國家在未來一兩年 甚至五年之內 我保守估計 就可以將輕能發揮到淋漓盡折 令到我們國家的生活過得更加好 人民就更加幸福 人民幣就繼續升值 這是我的願望 好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傑哥 好 拜拜 拜拜